下面我们就先看一看这句话语法成分的分析 前面那个逗号之前 well引导的当然是时间状语从句 当你正在打电话的时候 正在打电话叫be on the phone 咱们一会会说 然后呢这个主句是白颜色的句子 婴儿呢把这个桌布从桌子上给瞪下来了 后面这个smashing一直到句末 这个黄颜色的鞋底字 那明显是一个现在分词短语当结果状语 这个逐步拉掉之后怎么样呢 第一个结果是smash第六个讲的 就打得粉碎 把你最好的淘气半数都打得粉粉碎 and引出第二个病的结果 第二个结果是呢 在这个过程中把自己还拉伤了 所以让步状语从句 主句后面非被动词当结果状语 那么首先第一个 我们说在打电话正在通话中 叫be on the phone 并不是正坐在电话上 这个屁股这不行啊 正在通话中叫be on the phone 可以这么来说 那么在本文中呢 其实就是你正在接电话的时候 如果想到接电话 也可以用answer the phone 也行 电话链想了 I will answer the phone 我去接这个电话 也行 还有一个呢 我们看这个 本文中当然可以把它换成 while you are answering the phone 当你正在接电话的时候 这个表达是类似的 可以替换 那么跟它类似的 还有一个应门 门链想了我去应门 叫answer the door I will answer the door 我去应门 这也行 电话链想 去接电话 门链想 去应门 可以用它 但是在口语中呢 我去接电话 我去应门 还有一个表达叫 I will get it 这个更简洁 我来接 我来去应门 我去开门 都行 我们大声那边 I will get it I will get it get it get it 这是连读 get it 连到一块就好了 我去接电话 我去开门 都行 这个比较简洁一些 口语都用法 那么我们就看一看 在电话中 约定俗成的一些 口语表达 你比如说 我们打个电话 我说 麻烦您 请找约翰史密斯 先生讲话 那么这该怎么来说呢 我们看个例子 我们可以说 May I speak to Mr. John Smith 请找约翰史密斯 先生讲话 May I speak to Mr. John Smith 可以这么来说 那么 下面比如说 我就是约翰史密斯 我就是 我就是不能说 I am John Smith 你没有看到他 就不能说I am 怎么说呢 好几个表达 第一个可以说 This is John Smith speaking 这就是约翰史密斯的讲话 翻译成我就是啊 我就是 或者这么说也行 This is he This is he 这就是他 哎 翻译成我就是 这个意思啊 或者最简洁的叫speaking speaking 说话的人就是 我就是 这都可以 你看 This is John Smith speaking This is he speaking 都可以表示 哎 我 我就是 帮找别人了 就是我 可以用他 那么我们再问 您是哪位呀 您是哪位 但不能说who are you 没有看到他的脸 就不能直接 who are you 该怎么问呢 可以问 who is it 这是谁啊 或者 who is there 这个都可以问 您是哪位呀 或者who is calling 您是谁 您是哪位 但是千万不要说 who are you 没有在面前 没有看到脸 不能这么说 我们大声 跟老师读一遍 who is it who is it who is there who is there who is calling who is calling 就是您是哪位呀 您是谁呀 可以这么来问 对不对 如果你不是约翰史密斯呢 这时候怎么说呢 哎 请稍等哦 稍等 我给你找去 请稍等 可以怎么说 第一个 可以说one moment please one moment please 等一小会儿 这个意思 或者说 等会儿 hold on please hang on please 抓住电话 等一会儿 可以用它 对吧 我们再读一下 这个大肥大声 来边 先看第一个 one moment please one moment please 再看后面这个 hold on please hold on 注意连读 再来边 hold on please hang on please 注意hang啊 又是现发 在拱手跟 hang啊 hang啊 在个on连动 是个手跟连动 hang on hang啊 这个声音 在那边 hang on please 等会儿哦 请等一会儿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去叫这个约翰史密斯 说约翰 有你电话 约翰有你的电话 可以怎么说呢 非常好说 比如说 第一个说法可以说 John there's a phone call for you 有一个您的电话 可以这么说 there's a phone call for you 或者这么说 John you're wanted on the phone you're wanted on the phone 有人找您 这个be wanted 在这儿不能翻译成被通缉 咱们二十六个讲过 he's wanted by the police 那是被警方通缉了 这个不是哦 有人找 在电话里面有人找你 或者这么说也行 John Tom is on the line pick up the phone at your desk 约翰 Tom呢 现在在线上 在等你的 拿起你桌上的电话 跟他通话 这几个都行 我们分别来读一下 John this is a phone call for you John you're wanted on the phone John Tom is on the line pick up the phone on your desk pick up the phone on your desk 都行 就是注意哦 有你电话 接个电话 如果约翰要是没在 约翰正在开会呢 可以怎么说呢 你比如说可以这么说 Sorry Mr.Smith is in a meeting right now Would you like to leave a message 或 may I take a message 就是对不起 这个史密斯先生 现在正开会呢 就是您能不能留个信啊 留个口信 或能不能我帮您烧个信 有什么消息呢 他散会 我再转告给他 可以这么说 我们先读一句话 Sorry Mr.Smith is in a meeting right now Sorry Mr.Smith is in a meeting right now 好 看第一个 Would you like to leave a message Would you 老实说过 这个地方有发音变化 不是无的有 在里面 Would you like to leave a message 或者用这个表达 May I take a message May I take a message 我能不能帮您 这个传个口信呢 您留个话 以后在等散会之后 我再转告给他 那么还有呢 有的时候我们给这个 接线员 给总机打电话 您好 能不能帮我 接通市场部的 约翰史密斯 麻烦你 这是给总机 接线生 这个operator打电话 我们怎么说呢 Can you connect me with John Smith in the advertising department? Can you connect me with John Smith in the advertising department? Advertise is different 就是市场部了 能不能帮您 帮我接通市场部的 约翰史密斯 可以这么说 或者我们这么说 跟总机说 您好 我要打一个 对方付费电话 到澳大利亚去 对方付费电话 有个术语叫 collect call collect call 看这句话怎么说 I'd like to place a collect call to Australia 或者把动词 place或者make也行 I'd like to make a collect call to Australia 都行 我们分别跟老师读一遍 我读完之后 大家跟着读 I'd like to place a collect call to Australia 好 再看第二个 I'd like to make a I'm sorry I'd like to make a collect call to Australia 我想给澳大利亚 打一个对方付费电话 麻烦您帮我去接通 可以这么说 那么如果要是这个 我们打着半截电话 说线路不好 线路有故障 哎呀 现在这个信号不好 我听不清您说话 我信号不好 撂了咱一会儿再打回来 看看怎么说 我们可以说 the connection is very bad I can barely hear you 这个信号不好 我几乎听不见您 the connection is very bad I can barely hear you 几乎听不见您 可以这么说 或者这么说也行 There's something wrong with the phone Let's hang up I'll call you right back 我说这个电话出故障了 我们先挂断电话 一会儿呢 我给您打回去 就好了 这个 There's something wrong with the phone 这个简单 我们看后面那个挂断电话 叫hang up hang up 还是先咧嘴巴 再供收根 后面那个up呢 跟收根连读 叫hang up hang up 手根跟这个up连读 我们读一下 Let's hang up Let's hang up I'll call you right back 我一会儿呢 给您打回去就好了 这是在电话口语中 常见的搭配 顺便咱们可以记住 以后在跟老外交流时 背不住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好 再回到这个剧中 他说当你正在接电话的时候呢 the baby 这个婴儿啊 你不看孩子呢吗 这孩子淘气 who's the tablecloth tablecloth就桌布嘛 桌上那块布 off的就off是离开了 从桌上那个布 那个桌布 从桌上给拽下来 蹬下来了 结果呢 第一个结果是smashing have your best crackery 把你半数的那些 最好的淘气 打得粉粉碎 这当然倒霉事了嘛 这是连锁反的一会儿嘛 这个smashing 在这儿是个结果状语 但是我们在第三诗课讲过 动词不定是to do 也可以当结果状语 但是我们说动词不定是to do做的结果状语 一般是表示出乎意料之外的一个不大好的结果 尤其是连续发生的动作 特别是我们经常用副词only来进一步加强语去强调这个倒霉事儿 出乎意料的不愉快的结果 而这个现在分词这个分词当结果状语呢 往往是正常结果 这个淘气从桌子上这么高掉的地上不碎才怪呢 打碎了是正常的 我们看出乎意料之外的一个结果 结果却往往用动词不定是to do 这是复习的指数 我们看例子 he studied very hard only to fail the exam 这个动词不定是做结果状语 only呢加上之后语气更强一些 更强的倒霉的意料之外的这个结果 在这to do不可能是目的 不能翻译成 他学习很努力 就为了考试不及格 吃多了撑的 这不可能的 他学习很努力 结果考试却不及格 除乎意料之外 不好的结果 我们再看看这个 当年的911电视 那个电视里报道 说这么一句话 The firefighter raised up the building only to be the first victims The firefighter 咱们也见过叫消防队员了 Race本来叫跑步 赛跑 派生意就跑着走了 快速地跑 这些消防队员冲上了大楼 结果却成了第一批的受害者 楼倒了 他们先死了 先牺牲了 本来去救人 他们却死了 意料之外的不愉快的结果 加only 语气会更重一些 会更重一些 我们再复习第30课里面的这个句子 142页第4行最后到第5行 142页第4行最后到第5行 Farm laborers said that they always woke up to find that work had been done overnight 农场工这么说 他们总是一觉醒来 结果却发现工作在半夜被完成了 意料之外的 这不闹鬼了吗 结果却怎么样 用它最合适 而本文中 smashing是个正常结果 这个have就一半了 什么什么的一半 把你最好的淘气 半数打得粉粉碎 好 下面咱们再回忆一下 咱们当年第30课里面讲过的这个例句 也是表示结果却意料之外的 我们看一下第142页第4行最后到第5行 142页第4行最后到第5行 30课里面 Farm laborers said that they always woke up to find that work had been done overnight 农场的工人们说呀 他们总是一觉醒来 怎么样呢 结果却发现工作 在半夜被做完了 出乎意料之外嘛 闹鬼了嘛 人都在旁边嘛 结果却如何 这个大费用的也是对的 这是动词不定试 但本文中smashing呢 是个正常结果 这下边什么什么的一半 就是把这个最好的淘气半数 打得粉粉碎 也怎么样呢 and cutting himself in the process cutting 跟前面那个smashing是并列的 也是个不好的结果嘛 把自己拉伤了 拉破了 怎么呢 in the process 就与此同时在此期间 in the process 可以直接换成at the same time 与此同时在这个过程之中 看一个例子 I stood up to say hello and spilled my drink in the process 我站进去来说 哎你好 一不小心 与此同时 把我的饮料给碰洒了 这个spill 就是spill s-p-i-l-l 它的一般过程式 就打翻了 碰洒了 溅出来 与此同时 in the process 好 这个后面 在这个时候 当然就没法再打电话了 孩子 这个淘气打得粉粉碎 孩子还拉伤了 咕嘟咕嘟咕嘟 这种喷血呢 那不能打电话了 你看你这个就是怎么样呢 you hang up hurriedly and attend to baby crackery etcetera 于是问得你 匆匆忙忙挂断电话 然后去处理那些孩子啊 被拉伤的孩子啊 什么被打碎的淘气等等 这句话中出现的习语特别多 首先第一个 就是这个挂断电话 刚刚讲过 咱们再次复习 咱们再读一下 这挂断电话 大声里面 注意手跟连读 hang up hang up 挂了电话 可以这么说 挂了电话 中文也是会撂了电话 这也行 我们在英语中 还有这个表达 就put the phone down put the phone down 把电话放下 归了原位 这也是挂电话的意思 我们再读一下 put the phone down put the phone down 挂了电话 用它也行 还有一个叫气愤的挂断电话 叫slam the phone down slam the phone down 叫非常生气的 用力挂断电话 这个slam还记得吗 在第13个讲 就用力的 咣当一声 什么用力摔门呢 用力关窗户 可以用它 我们再读一下 生气的挂断电话 slam the phone down slam the phone down 带着情绪 咣当 把电话撂了 可以用它 还有呢 我们再看那个 线路中断了 断线了 get cut off get cut off 正打着万键电话 断线了 线路中断 我们注意这个联读 get cut off 第一个get 这个t 可以看到失去爆破 后面那个cut off 中间这个字母 替我作画一下 我们再读一下 get cut off get cut off 叫线路中断了 断线了 咱们也看一到 当年托福的听力真题 先听一遍 再听一遍 同志看看选哪一个 这个女人在干嘛呢 选哪一个 好 正确答案是 c选项 你做对了吗 talking on the telephone 正用电话来交流呢 正在打电话呢 你看这两个序域都出现了 看着原文再听一遍 question number 29 did you get cut off no they asked me to hang up and try again later what has the woman been doing 第一个男人说 did you get cut off you can get cut off 这个联读咱们讲过了 就是 诶 打电话为什么 又再播一次号呢 是不是断线了 第二个男人说 no不是 they asked me to hang up and try again later 他们让我怎么样 先挂灯电话 然后再试一遍 再播一次号 可能是信号不清楚 再打一次 hang up 注意这个联读 get cut off 注意这个联读 这个我们把这片子 再听一遍吧 再听一遍 特别注意这两个发音 get cut off 和hang up的联读 好 再来一遍 question number 29 did you get cut off no they asked me to hang up and try again later what has the woman been doing 这女的干嘛呢 答案当然很简单了 但是用电话交谈嘛 正在打电话呢 是这个意思 好 本文说你关的电话 怎么样 hurriedly 匆匆忙忙地 这个副词hurriedly 叫匆忙地 这个匆匆地 我们用这个hurriedly 也可以把它换成习语 in a hurry in a rush 也是匆忙地 匆匆忙忙地做模式 这个副词和借词 都可以做状语吧 可以替换 先读写第一个 hurriedly hurriedly 再多后面这连读 in a hurry in a hurry 或者这么多也行 in a rush in a rush 连读in a 连到一块 也是匆忙地 匆匆的 可以用它 还有一个搭配 比较文气一些 我们中间就不加那个er了 这个大声来变 incased incased 这个haste 比较文言 也可以表示匆忙忙碌路 忙碌路地 匆忙地 叫incased 可以用它 好 把这个记住 我们还有一个 跟它类似搭配呢 我们叫做 不着急嘛 慢慢来 不着急慢慢来 着火什么急呀 这个表达我们同时可以看一看 第一个叫 there is no hurry 或there is no rush 不着急慢慢来 可以用它 或者是 what's the hurry what's the rush 着火什么急呀 不着急 意思是类似的 还有呢 慢慢来 take a time take a time 也是表示对方别着急哦 慢慢来 有的是时间 这个意思 不能说 拿着你的时间 是不着急 慢慢来 我们分别读一下 第一个 不着急 there is no hurry there is no hurry there is no rush 好 看这个着什么急嘛 what's the hurry what's the rush 最后一个 take a time take a time 不着急 慢慢来 这个take a time 咱们看一个例子 在这个还是经典教材 走遍美国中 出现了这个搭配 咱们看出现在哪个场景之中 我们把这片段先看一看 你看呢 这个老太太在火车里待着呢 突然间后面来个人 就是conductor 乘务员来的 干嘛呢 来查票 excuse me take a place 女士对不起 打搅您一下 请出示下票 我要检票 查票 excuse me ma'am 这个ma'am是madam 缩写变成ma'am ma'am 闭住嘴 不能说excuse me ma'am 男人呐 对不起 那他被打了他 不行 我是女的 我要读man ma'am 闭住嘴 我们读下 ma'am ma'am 就是女士 夫人 打搅您一下 take a place 请出示一下票 这个老太太就从包里 刀来刀去找这个票 把钥匙弄出来了 怕掉了 就跟旁边的老头说 麻烦您能帮我拿一下钥匙吗 would you kindly hold these keys please would you kindly do 咱们以前在第十一刻讲过 麻烦您做这个事 hold these keys please 然后呢 他就跟重演 I have a ticket I know 我这有票 我知道 I was in the smoking section 刚才我在那西岩区 那边有味儿 我刚过来 这个意思 这程度员一看乐了 It's okay lady take a time 没关系 女士慢慢来 不着急 take a time 就慢慢来 不着急 好 咱们讲完之后 把这片段再听一遍 看第二遍能不能听得 声声入耳 思思入口 清清楚楚 再来一遍 Excuse me ma'am OK please Would you kindly hold these keys please I have a ticket I know I was in the smoking section It's okay lady take your time It's okay lady take your time 女士不着急 慢慢来 这是匆忙和不着急 相关的搭配 咱们顺便记住就好了 后面 Attend to baby crackery etc 这个attend to 咱们在早在第七课就讲过 attend加借次to 可以表示应付 处理 解决 类似deal with 这个搭配 咱们在第七课说过 去处理什么呢 那个被拉伤的 咕咕喷喷血的 这个婴儿啊 还有遍地的碎桃片 等等等等 等等 出现个拉丁文 叫etc 叫做等等等等 这个etc 后面一点 是个缩写符 是表示呢 它是个缩写 写全了叫etc 是这么一个 但一般我们缩写的etc 后面这个点 写也行不写也行 缩写符可以去掉 我们慢慢来读一下 etc 再读快点 etc etc 一点过 但读慢就etc 等等等等 这个在写作中咱们可以用 还有跟它类似的好几个 等等 还能说什么呢 大家可能最熟悉的是 and so on and so forth 这两个用的比较多 也是表着等等 诸如此类 不亦而足 还有一些比较口语化的 and like and why not 都可以表着等等等等 但是写作中呢 咱们最好用前三个好一些 后面两个就略微带点 口语化的味道了 我们分别读一下 etc etc and so on and so forth 我们两个比较口语化 and like and would not 再来一遍 and like and would not 叫等等等等 这个这个等等等等 这个呢 连锁反应还没有结束 我们说了 meanwhile the meal gets burnt meanwhile 咱们讲过 与此同时 老朋友了 我们早在第六个杂重创抢劫 就讲过的 meanwhile 可以换成 at the same time 可以用 at the same time 在上文中已经出现过了 还记得吧 还可以用什么呢 还可以用上文中出现过的 in the process 是不是与此同时 把字材拿伤了 又是个与此同时 还可以用我们以前讲过的 mean time 或in the meantime 都行 咱们以前说过 mean time 这个词可以当副词来用 它如果当副词来用呢 跟meanwhile是一样的 可以替换 它也可以当名词来用 当名词来用的时候 前面就得加in的 来构成这词短语 当状语了 分别来读一下 mean time in the meantime 我们再往上读 in the process at the same time meanwhile 前面三个 咱们都看到了 这个in the meantime 本文中有没有呢 也是有的 你比如说看第二场 就看一百五十四页 这颗书 第二场中间 in the meantime the lorry driver had to sweep up Hendry's broken bottles 与此同时 这个卡车司机 不得不扫干净 数以百七的皮球瓶子 你看这里又出现了 好 那么在一颗书中 出现大量替换 就为了表达 不重复 否则的话 在写作中比较忌讳 好 那么后面的 mean gas burned get 气动词变得 这burnt 就是浇了糊了 这个饭已经烧糊了 好 下一句话说 as if this were not enough to reduce you to tears your husband arrives unexpectedly bringing three guests to dinner 他说好像啊 这一期还不足以 会使你伤心落泪 这个时候呢 你老公回来了 出乎意料之外了 还带回来三个客人 来用饭 这回看到家里 这副狼藉的样子 可能真的伤心落泪了 咱们先看看 语法成果的分析 前面as if 还是引导一个 方式状欲从具 好像什么什么那样 as if this war this war 为什么不用this war 才用this war呢 这还是虚拟虚 as if后面不能虚拟 好像 好像这一切 还不足够 使你伤心落泪 reduce somebody 这加this to 使某人陷入 某个不好的状态 这个一会儿 在词法中 咱们会就在讲 然后呢 主句就是白颜色的 your husband arrives 你的老公来了 就回家来了 后面这个 这个黄颜色的 鞋底字 明显是一个 伴随壮语 非非动词 出乎意料之外的 unexpectedly 怎么样呢 带来了三个客人 来吃晚饭 这是这句话 语法成分分析 这个as if 当作虚拟 去来用 非常常见 虚拟 语区中就不能用 what is are 用war这个搭配 咱们看一下 参考上文 在第四行后面 第四行后面用的是 it is as if a single and important event set up at channel reactions 那个set up 的set 也是一番过去的事 咱们用的是虚拟 对吧 那再比如说 看在第24课 再复习 在118页的 第21行 118页第21 你看也是用的war 对吧 all that he said with a smile as if he were talking about that old trend 好 你说那个呀 他微笑着说 好像他正在谈论 一个老朋友似的 他没有用 he was he is 他用 he wore 也是这个 在复习这个言语 don't act as if you were the only pebble on the beach 不要表现得怎么样 好像你是沙滩上 唯一那块卵石 你看也是 you wore 还是没有you are you was you wore 也是这么一个虚拟性 这个好像这一切 还不足以使你伤心落泪 这个搭配叫 reduce somebody to something 什么意思 使某人陷入某个状态 什么状态 一般是不好的状态 reduce减少吗 肯定是不好的吗 我们看看 多跟什么名词搭配 看几个例子 reduce somebody to tears 使某人伤心落泪 开始哭了 陷入这个状态 再比如说 reduce somebody to despair 使某人陷入绝望之中 这个despair在这儿 是名词 这个to是借词 使某人陷入绝望 当然不好了 还有像reduce somebody to silence 使某人陷入一片沉默之中 沉默也是我们刚才 欢声笑语的 大家都不说话了 比如说我们全班同学 正在班里边 正在热火朝天 为期末考试做准备 正在积极备考 突然间班主任一推门进来了 告诉大家一个坏消息 校长死了 不考试了 大家一下子陷入沉默之中 当然这个呢 我们一直认为是坏事 认为坏事 咱们不能幸灾乐祸 这个 本来这门班 他不考试了 你说这多倒霉吗 对吧 陷入哭泣状态 陷入绝望之中 陷入沉默之中 都可以用它 总之 reduce somebody to 有这个意思 把这几个搭配记住 就好了 好像这还不够 使你落泪 昨天老公来了 unexpectedly 出乎意料之外的 那不就是相当于 unforeseenly unexpectedly 两次能替换吗 怎么说了 词公证讲了 两个词一样 那么这明显是为了 跟第八行开头 那个unforeseen 就看到这儿